NCP-805 Poison Waffle 独木马 项目等级 Eucaly 特殊措施 NCP-805被试用于 区域的一个马族之中 入夜后马族门将被上锁 并且需保证任何时候 都至少为一名二级或以上许可权的警卫 驻守于马族大门门口 月间 拥有三级以上许可权 并善于其住的工作人员 在穿上覆盖全身的衣裤或者防护服后 将被允许也被鼓励与 SCP-805进行互动 SCP-805应被当成一批 普通的年轻公马来对待 并在白天被允许进入到 与马族相邻的一个院子里活动 在活动时 SCP-805会被取样移用来研究 员工们应被警告 SCP-805会如同一批普通的马 对不适当的对待做出反应 该反应曾导致事故 任何虐待 SCP-805的员工会被立即送离所在区域 并取消接触SCP-805的许可权 描述 SCP-805需要树根和树枝卷成的一批高101.6公分的马性生物 其体内完全中空 但是项目可以移动 并有一批普通马居的行动模式与本能 它更倾向于在语人的区域进行活动 并积极主动地要求语人进行肢体上的接触 并且 据报告说 它在语人接触时显得十分友好 项目无需食物或是饮水 并且自20年收容以来它的体型没有成长 对其身上的木屑样本的检查发现 过程项目躯体的树根来自于一种未知种类的毒蛤 与SCP-805进行直接接触以后 皮肤会表现出与接触到普通毒蛤相似的发炎症状 接触之后 皮肤会变红发痒 并长出小肿块 以致治疗毒蛤接触的方法无法减击这种骚痒与皮疹 在皮疹产生了三天之后 发炎症状会迅速扩散 直到覆盖全身皮肤 对象的皮肤颜色会逐渐从浅褐色向绿色转变 并报告说身体内外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对象的关节将会日益僵化 难以活动 随着身体内压的上升 血会被从对象身体表面的各种孔洞中挤出 包括眼眶和指甲缝 骨髋会增加 肌肉被变宽的骨骼吸收 并加快其变宽速度 最终对象的身体会发生 并变得像SCP-805那样 转化会花费大约3到8走时 取决于受感染的皮肤面积 每次感染实验中 对象最终都会发生 X光显示 他们的体内完全中空 然而有理论认为 虽然对象在转化结束以后无法行动 没有脉搏与呼吸 但是其残骸人是心情并有自我意识的 因为残骸被注意到会发出嘎吱嘎吱声 与身影声 虽然好像它还不断试图移动 他们对普通的刺激没有回应 并且发现大多数声音 只在SCP-805在附近时才会产生 这些尸体没有类似SCP-805对人类的感染能力 但是人建议在处理尸体时 戴上后香蕉手套 以防接触到尸体上的木屑碎片 转化而成的残骸会在研究完毕或焚毁 附入865-01 SCP-805被发现于 在乡下 因为当地在一系列 之后通知了基金会 在抓捕于受容的过程中 SCP-805没有进行抵抗 但仍然造成 为员工死亡 项目的来源和年龄至今未知 以上就是SCP-805 简单来说 SCP-805是树根核树枝组成的码 它的行为与普通的码相同 当人类直接接触SCP-805 会引发扩散到全身皮肤的发炎反应 接下来这些人的身体会被转化为木头 成为无法行动的木头人 我个人蛮喜欢SCP-805的图片 所以就要管理也找了图片的来源 虽然我没办法明确地找到这张图片来自哪里 但从找到的资料来看 这应该是英国调塑家 Hether Jensh的作品 她的作品大多都是以漂流木组成的动物 特别是真实尺寸的马 有兴趣的人会把相关连结放在说明栏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拜拜